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現場 是總統蔡英文 他來到高雄 來替立委參選人黃傑 來輔選剛剛黃傑 他在台上致辭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 蔡總統是他的第一位的助選嘉賓 第一位就能夠 就是請到這麼大咖 目前是蔡總統在台上來致辭 來替一下這個現場的情況 謝謝 OK 黃傑的選議員不錯 準備要先決 我們這個魯柏義也來一起加油 我們也給他鼓勵一下 許先生要跟他一起合唱 因為我雙重雙雜敗 2016年跟2020年我是有當選 2016年跟2020年的林雅 我得票率多少 大家好 來人 優姐 我在這裡的得票率是多少 多少 六星 所以我要向我們在地的好朋友 設一個助詐 助詐大家把我這樣支持 我可以順利 執政 做出生意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在說 我們跟川普打個部落桌 跟加油一下 我跟大家說 2016年2020年的選舉 你們已經用選票給我加很多油了 我要給大家選票一下 謝謝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總統 蔡英文現在在台上 他主要是要提到說 先前他幾次選總統的經驗 尤其是在這個選區 得票率有這個六成 他認為就是謝謝大家對他的支持 現在也希望說 大家可以把這樣的支持度 都轉給黃傑 尤其這一次黃傑他是跨選區 來這裡打拼 所以他也需要說多好基層 今天也可以看到在現場 其實看到很多選民對他的支持 而先前有媒體民調 目前他也是屬於領先的狀態 他說他會再繼續努力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情況主播